在沙灘上寫字求救 不要罐頭 煮菜式白飯 都沒肉 肚子餓 吃罐頭泡麵 怎麼這麼誇張 實際訪問到馬防部 某單位活偉 滿肚子苦水 早喊了沒人理 國防部長邱國正 因此道歉 罐防部活偉直言 不是海上問題 是人為疏失 因為原本軍方乘輸的 大型核富輪船 已經服運二十年退役 今年一月底 運輔最後一次 由明福八號來接手 供應軍民物資 但明福主要負責 島上超商運輔 軍方的用量 當然會影響 國防部說斷糧只有幾天 但實際在馬防部的官兵 重話不吃 原定運輔船 二月二三號沒上到 庫存只剩這幾天 每餐的肉量也只能先減少因應 當兵食量大 根本不夠塞 還沒打仗竟然就得吃戰備存糧 外島官兵怒吼 陳平時期竟然斷糧 重挫 前線士氣 TV 新聞李明輝 窗海域 台北藏不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